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更参重的是我医学方面的基础知识 而不是我的实践 我觉得实践这个东西需要有一个良好的 并且扎实的文化基础 还有技能上的基础 你才能在实践中操作出来 我是这么想的 可是他总是和我背着干 他总是说 你一定要先去实践 不是 你当时不是同意了吗 你说你想咱们利用这几个月工作吧 你不是说你去玩这个事 我就来一句话行吗 不 就是他不同意行吗 你告诉我 不行 那我去了 那他能不能在家玩吗 因为他不同意不行 所以他只能同意对吧 不是 是啊 但是他同意了呀 他同意是同意了呀 他 他没去呀 对 对呀 他是同意 他是没去呀 他为什么没去呢 他去玩去了 他为什么去玩呢 他不想去 对呀 他不同意又不行 他只能同意呀 还没明白这个国际 但是他骗我 你知道吗 他说他去了 他为什么骗你呀 这不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吗 他不同意行吗 你说不行 那他只能骗你呀 但是我生气的是 他骗我 他不跟我说实话 都是我自己发现的 对呀 他骗你还跟你说实话 他傻呀 他 哎呀 他说你要骗我 你会彻底一点 你让我最后发现不了 你还露虾 对 你知道吗 他主要怪你藏的不够身 这件事过啊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我们 当时说 我们俩抱的学有点高 然后我们就要好好学习嘛 每天规定 然后晚上看出看到十点再回去 结果有一天 他八点 他就不到八点 他就开始哈欠连天的 就不好好学了 然后就说 困都不行 没休息好 然后想回去睡觉 想早点 然后我们之前 每次回去还要视频一会儿 然后他说 今天咱别视频了 我推累了 然后也别让我给他打电话 说自己关机 然后有辐射 结果 我就真的相信他了 然后快去电话的时候 我想起来有资料为难 第二天上课的 然后我就没给他打电话 给他室友打电话 我说想让他带着资料 结果他室友说 根本没在宿舍 没睡觉 出去玩去了 跟学弟还有旁边宿舍的同学 就瞒着我 打游戏去了 那有什么呀 不是 我们那会儿考研呢 他应该好好学习 考上没 天后比你高太多了 一边玩的游戏还能考上 是吧 小伙子 对对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对吧 他每次都不听我的想法 我向他解释过来 他发现了 我向他解释 你错就错在里面蛮好 你知道吗 真实的蛮好 对吧 因为我们学习特别紧 这事儿也过 不是 主要是 你看每次跟他这么说 他总是嬉皮条脸 总是骗我 你还被我发现 那我要是哭着跟你说 你肯定报了 你还要报 这事儿过 这事儿过 还有别的事儿吗 还有很多事儿瞒着我 而且你看他每次跟我解释 总是嬉皮条脸 这还有什么事儿 我就是想 你想怎的 过来就是听听老师们 疏导疏导我们 我就觉得我心里过境不去 就他觉得他难受死了 这臭小子 是吧 对 我怎么说他他都不听 他总是嬉皮条脸 你看 并且我对他也有不满的地方 你说你不管 他每次约会都特别的不准时 女人约会都不收拾 真不可谓 我问你这 我已经跟他心情气和的 已经交流好几次了 我说那个 咱别这样 我说那个 我比较讨厌迟到的人 不是 你说 咱俩刚交往的时候 你答应你追我的时候 我让你门口等一两小时 你都没有怨言 你现在三五分钟 你就打电话催 你就没有以前爱我了 他把这些所有的青色很小的事情 都已经删上到我爱不爱她的程度上了 我来问问他 你觉得他还爱你吗 我觉得他没有以前爱我 没以前爱你 还爱你吗 爱 还爱 但是没以前那么爱了 对吧 你爱他吗 我爱他 可是他总认为我不爱他 结婚是谁提出来的 他提的 你就同意了 你们两家人也认可了 一边读着书 一边 这挺酷啊 正经点啊 别嬉皮笑脸的 你没有想要跟他离婚 所以把房子 嫌你自己名下吧 没有 你为什么老骗他呀 我感觉谁都会有点隐私啊 个人的那什么 你要愿意的话你就忍受呗 那能怎么样 他说了一句特好的话 你要愿意你就忍受呗 那才不忍 那你还哪也不忍呢 我感觉 你是建议是结还是不结 情道深处自然 水道渠成 水道渠成 情道深处自然成 哎 情道深处自然成 怎么办呢 是个问题吧 是 要离婚吗 不离 不离你啊 他在这玩意 这 我们这节目不是个离婚节目 对 我就是忍受不了 他每次解决问题 总嬉皮笑脸 对 我才忍受嬉皮笑脸 对 我觉得得严肃 不管什么事 假如说 那我相信 两个人心平几何谈 你就得 就得严肃点 那我相信 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你的严肃了吧 是吗 兄弟 对 他每次都把小事情都放得特别大 哦 把一点点小事放到很大 啊 所以他们今天来了 来 我们一起 我想跟你谈一谈 什么叫婚姻这件事 我先问一下男生吧 请问你为什么急着跟他结婚呢 你所谓的情到深处 水到渠成 那时候是什么一个感受呢 感觉就是 每次有高兴的事情 都想跟他分享 有伤心的事情呢 那我也特别想和他 和他说一说 然后 有的时候 见不到他 总感觉 切一点声嘛 所以你想跟他 朝朝夕夕的 处在一块 对 不用再思念了是吧 嗯 所以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这个世界上有可能 会有比他更吸引的女孩 然后我不会想要再多看看 世界这么大吗 我觉得不会了 很确定 确定吧 至今没有后悔过 没有后悔过 我想 问这段话是因为 我还真的挺不甘愿的 凭什么就是你啊 你知道我 为什么这样觉得吗 我真觉得我条件没有比你差 我咋就遇不到这样子 老是吸引笑脸不会对我发脾气的男人呢 哦 然后在初恋 就非我不可 一生一世 世界这么大 他都不要看了 他就决定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跟我结婚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呢 不要说这个世界好了 我们就说在这个舞台上吧 多的是 站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 怎么样都不肯结婚的男人 有各种理由 包括我事业还没有建立啊 要先立业再成家 然后呢 我想要先存一笔钱 我父母还不同意 或者是我们之间了解的认识还不够 还有很多矛盾 大概呢 各种光怪路里呢 合理不合理的这个问题 我们都已经听过借口了 我还很少在这个台上呢 听到有一个男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告诉我说 我 就是想跟他 常常在一起 我要告诉你的是 有的时候 你说心里需要梳理 让我们帮你 你心里过不去 会不会只是因为 你不懂得珍惜跟感谢 请问这男人为什么非要像以前一样爱你啊 除非你一直不断的进步 你越来越有魅力 你越来越懂他 他觉得我以前很想见你 现在我觉得我更想见你 以前觉得我们心有灵犀 现在觉得我们简直是灵魂的伴侣 除非你越来越能证明 你对他生命的不可或缺信 要不然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爱你是正常的 我再问你一件事 他可不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呢 他粘在这个台上 讲的最多的一个台词就是 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请问你的老公能不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可以哦 他能不能不听你的呀 有些事可以啊 有些事可以吗 在你们家目前是每件事都不可以 他为什么非得骗你呢 当然我认为欺骗是不对的 但我认为逼着对方非得要用欺骗的方法来过日子 也是不对的 刚刚川哥问你他能不能不听你的呀 不行 那怎么办呢 他如果又有自己的想法跟你又不一样 跟你讲了你又会翻脸生气 那他只好瞒着你不是这样吗 人都要求生存的 有的时候嬉皮笑脸是一种天性 但有更多的时候嬉皮笑脸是一种躲避 你比较愿意他不要嬉皮笑脸每天跟你吵架 或者是很生气的怒喝你吗 不愿意 当然 所以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真的算好了 至于这个男人要不要上进 能不能够更成功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告诉你啊 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但是愚昧的妇人自行拆毁 也就是说你要有本事 让你家变得更好 让这个男人更成功 你要适度地找到他的亮点 表扬他鼓励他肯定他 诱导他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 所以我们才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你有听过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总有一个老是嫌他的女人吗 没有 所以你想要个成功的男人 先学会做那个了不起的女人 要不然下一回 你们有任何婚姻的问题 在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我仍然会问你同一个问题 就是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拥有一个更好的男人 除非你懂得结婚之后 怎么做人家的老婆 不是只索取他对你的爱 你还得成为他的帮助 好 谢谢